第六集 我们生长的地方连接童年的梦想 期待和你在路上偶遇 早期王朝的宫殿面积都比较大 现在我们经过大片的草坪 这当年都是大明宫内部的各种的建筑坟墓的地方 东门出发绕了小半圈 现在十一分钟还没有到目的点 下次来大明宫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要准备一双轻便的运动鞋 终于到了 到了玄武门了 来到大明宫的北边 首先看到这么一个门状的雕塑 左边这不用说了 大家应该都知道 这里是北门就是玄武门 玄武门之变 这是李世民砍了他的两个兄弟 这右边是李源在里面还在喝酒享乐 没有意识到他三个儿子已经互相在外面杀了 我们现在到了大明宫内北门玄武门和这个外北门重玄门之间的广场 在这里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这个纪念碑玄武门之变 历史上的玄武门之变 我们经过查过资料 发现其实发生在南面的太极公 现在更靠近现在的西安城墙 并不是这个唐太宗修建的大明宫 不过既然今天我们要讲唐承安 就不可能绕过玄武门之变这件事情 毕竟这次政变才是唐朝真正的开国大帝 在唐朝观修史书中 这个玄武门之变是有记载的 他们说是因为李世民知道了自己两个兄弟要谋害自己 被迫让瑞士靖德等九个武将埋伏在这个玄武门里面 等到他这个大哥太子李建成和三弟齐王李源吉过来的时候 把他们杀了 他虽然是一个密谋要杀人的人 但是毕竟在这个血树中 他这个被迫反击的受害者 这刚才演的啥呀 有点进去我给你细说 我们历史上都说所谓汉唐气象能想到的第一个形容词就是大 今天我们现在去看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单体建筑林德殿 这里专业的东西一会儿还是让我们学历史的来讲 这两天嗓子都哑了 我供你上 好 没问题 这建筑本身是高中在林德年间修的 所以叫林德殿 这个林德殿从唐高中时期修到唐西中时期覆灭 基本见证了唐朝整个过程 和之前汉朝的威延宫相比 就是威延宫是一个基本上在一个土山上 然后直接在上面树柱形成的建筑 而没有太复杂的人工结构 而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这个林德殿 它下面是有一层夯土 在夯土上面拥有土砖建起的人工建筑 在人工建筑之上才使用柱子的撑起房顶 我们可以说在这八九百年的时间里 中国的这种宫殿建筑的变化还是非常巨大的 这是林德殿一个附属建筑的夯台遗址 你可以看到它们下面的土砖结构非常明显 因为它现在保护出来 我们在上面的土砖结构不明显 这可以看一看 唐高峰我说 之所以要将这种接见外宾的建筑做成 当时最大的丹铁建筑 很大程度要体现唐朝的国力强盛 而这些附属建筑也是为了增强这种宏大感而设计 趁都工在那休息 我来讲一讲 给大家讲一讲历史上真实的玄文 当时都工在大明宫玄文讲的这些故事 都是李世民在当上皇帝以后 花了很长时间编造出来的 以演示这场他精心策划的血腥政变 不但故事本身讲的非常圆满 还把不利于自己的物证书证全部销毁 史学家就不断想突破李世民设下的沉沉谎言 去复原真实的玄武门之变 李世民为了这次蓄谋已久的政变 很早就收买了玄武门守备官 和太子李建成的忠臣军官 后来去李渊面前诬告李建成和李渊吉 淫乱后宫 李渊不知之际 于是要求三个儿子隔天来见他 与翟府一起进行勘问 第二天一早李建成和李渊吉 带着少数侍卫从东宫向西快到灵湖殿时 突然发现 站在路中间的李世民全身铠甲 而宫内的士兵又全部消失了 才意识到大事不好 于是转身便跑 这时 魏池靖德带着七八十人突然杀出 先顺利将太子李建成射杀 但是李渊吉在坐骑被射倒后 钻进森林想要逃跑 李世民起码追进森林 却被树枝挂倒从马上摔了下来 差点又被李渊吉用弓弦给勒死了 现场这时 魏池靖德及时赶到射杀李渊吉 等到李世民把自己的大哥和三弟的头颅扔出玄武门 威胁李渊下手招 将李世民立为太子 玄武院最终在李渊和李世民抱头痛哭之中落下了帷幕 丹凤门是大明宫的正人 唐代的国门 现在这个丹凤门遗址虽然有重建成分 但也是张锦丘院士的著名作品 并没有因为新建而破坏古代风貌 等会我们要去大唐风圆 也是由他设计 看完丹凤门 接下来我们要去小雁塔 既然来到西安 我们肯定要看大雁塔和小雁塔 所谓小雁塔 就是我身后的这个寺庙 建福寺 这所寺庙是武则天时期修建的 用来纪念他的王夫唐龙宗李显 小雁塔的形质从武则天修建开始 到现在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 唐长安城的工程分区 我们这里要说一下 东部以官僚和贵族为主 西部聚集了很多的商人和武官 长安的商人中 来自外国乃至外国都是很多的 所以西部的国际化味道更浓一些 这里小雁塔是唐桃长安的城西首次 是佛教中外交流的中心 在这种交流中最重要的还不是我们 经常说的唐僧玄奘 而是在小雁塔里面可以看到的一位人物 也是去印度取经的中国和尚义静 以及东渡中国求法的日本和尚原人 除了义静和原人之外 现在看来和建福寺有关的唐导僧人 大概有一半都来自国外 是唐朝长安国际化大都市 在宗教方面的最具体的体现 这里是贝林区小雁塔小学 我们站在这个角度看 这好像是唯一可以在他的博物院闭馆期间 最清楚的看小雁塔的地方 很羡慕这座小学的学生 生活在这么一个地理标志屋身边 接下来我们闭闺两路 墨浩谷去曲江池遗址公园 我带大家去西安市的著名景点 大唐风人员 曲江池所处的位置 是唐长安地势最高的东北角 被称为乐游园 在唐朝主要作用是发挥城市水塔 我们前面几集提调过 长安用水依靠秦岭 而秦岭水流的季节变化很大 需要蓄水池以稳定水源 曲江池和我们之间提到的昆明池 就是长安用来蓄集秦岭水的水塔 再通过较高的地势 与城内的水渠相连接 形成完整的城市供水网楼 好我们现在就绕着曲江池来看看这里的风景 这里曲江池主体部分作为唐朝的官方园林 作为重要部分则是每年科举后举行的官宴 也成曲江汇 这是一种官方组织为本年度科举落王者举行的酒宴 来款待和安慰这些落地举子 以阻力他们来年再考 为大唐王朝多出人才 另一类则是考中的进士举行童年聚会 重举者的曲江汇往往会极尽奢华 长安城中大小商人都会在此兜售商品 而皇帝与大官僚们则会在城楼上观看宴会 也趁机选取驸马和东床快训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曲江池和大唐服务员的分界点 虽然说曲江池和大唐服务员都最近十几年重新修建的 但是从功能探还是很好的恢复了历史记忆 是让千年曲江再次泛花了活力 天怪黑了 我们今天也到了最后一个唐朝文化遗址 唐朝长安城东南角的大唐服务员 皇家水井园林 严格来说这个大唐服务员自称遗址是有点勉强的 因为这是一个完全现代复刻的景区 而且位置也比当年的唐朝服务员要靠北 只能说和这个大唐服务员它共享一个古代长安东南部的水面 但是唐朝当代也已经十二个世纪了 即便这里曾经是唐朝的首都 想找一个完整的唐朝建筑群已经很难了 我们回顾一下今天这个旅程 大明宫只剩下宫殿地基 大印塔小印塔虽然保留了 但它是因为宗要因素保留的单体建筑 而且最初的唐代外表也几乎看不到了 如果我们在西安还想体验全面的唐朝建筑风格 就必须进入这个现代景区 这座楼是大唐服务员的核心景区紫云楼 它在很大程度上或者说完全已经是一个现代建筑了 但是它还是努力保持唐朝的风暴 比如下面它做了一个很高的台积 以唐朝的技术做很高的楼有困难 他们就尽量用夯土台积这种方式 简单粗暴来增加这个建筑的高度 大唐服务员的确是曲江文化产业投资集团的商业开发项目 但是这个项目的主持者非常值得一起 张锦秋 关于这个紫云楼是什么样子的史书里没有任何记载 张锦秋先生是到敦煌壁画里找了类似的图样 然后才设计这样一个风格 比如说周围这四个雀亭 这就是在敦煌壁画里来的 至于当初有没有这样的立交桥 能够把这些建筑连在一起 这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但我猜是应该是没有的 但总的来说 不管是从这个色调 我们看它是红白两色 它还是这种台积上面接高楼的风格 我们不要承认它是一个唐朝风格 我们也只能是这样去看了 好 我们去看个其他建筑 这个东西它明显不是唐朝风格 就是清朝的颐和园里边那个石坊的风格 不管怎么说是古代东西 放在这里也算不错 这里又是一处现代仿常事建筑 是女格 看到这些仿古建筑 有一个人是不能绕过去的 或者说来到西安市 我们就必须提这个人张锦秋 张锦秋出生在抗尔战争期间 今年已经84岁了 她的父母都是建筑师 解放以后 张锦秋也到了清华大学建筑系去读书 导师是梁思成先生 她接手了梁思成和林婚姻整理的 大量的唐代建筑资料 读书期间 张锦秋认上了男同学韩继 这两个人结婚以后 为了支援落后地区 都离开北京到西北工作 80年代 张锦秋是西安这边的中建西北设计院总建筑师 她的老公韩继 是西安规划局局长 联手设计城市 努力在现代建筑中结合古代风格 比如说陕西历史博物馆 中国楼广场 这都是张锦秋的作品 21世纪初 张锦秋先生主持设计了这座大唐服务员 接下来我们继续参观他的作品 有点旧了 以21世纪初的标准来说是不错的地方 豆腐色了 豆腐色了 我要吃甜食 这是什么 牢子 这是牢子 把牢子来一份 横桃这时候也没什么高度酒 就拿这碗也就算酒了 天黑一点之后 这边景色又漂亮 其实古代建筑和现代建筑相比 差别最大的还不是形式 还真的就在于灯光 唐朝的时候 它是没有黄色的瓦的 没有琉璃瓦 所有的瓦片都是黑的 你现在一眼看过去 如果没有灯光 一片黑乎乎的 它就不好看 现在电灯拯救了 古代又想照的这个效果 那没办法 那只好点很多灯笼 点很多火 以年为单位的话 它被把自己烧掉的概率 可能是百分之百了 一会我们要到船上去看一看 大唐服务员的整体业绩 大唐服务员正在于 那里吹铁青霸的 没错看到 大唐服务员 金干 白马 复春风 作为一个当代建筑群 大唐服务员充分利用了现代工艺 又请建筑大师尽可能摸你的唐代风格 从建筑规格和演出水准来看 就是唐朝皇帝穿越到今天 也会乐意当一个好观众好游客 大家如果来西安旅游 可以安排一个晚上来大唐服务员看看 我们在这个历史和现实结合的景区 结束了第六集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生长的地方 我们明天再见 你这帽子还带着还带着还挺有样子的 这些帽子大家可以看个细节了 这是前两天给大家拍节目的一个 算是一个小小的战利品 我上次被晒到这么脆皮 还是我大学导测量的时候